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 生日一过就收到打疫苗的通知 是收到最好的生日礼物 沈文成秉持着有疫苗就打 接种的类别是莫德纳 只有湿针部位酸酸的 感到一点疲倦 但隔天就生龙活虎 他自豪说 每个人的状况应该不太一样 我想可能我平时都有在运动 身体底子好 所以没什么副作用 为了迎战出道三十多年来的第一场英文演唱会 他早晚都练歌 笑说 歌词已练就倒背如流 平常靠着素稀和钓鱼训练体力的他 疫情期间都是跑到位于大甲溪附近的溪谷间自主训练 他笑说 无人知晓 无人陪伴 全程都是阿龙前往 除了钓鱼 他还会背着吉他在山林里唱歌 因此瘦了三公斤 不仅捡了鸡似球鞋的大石头作为宝贝 还催生新歌 举倒情歌 面对微解封 近期已开工的他 防疫装备塞满行李箱 他笑说 即便这样 钓杆 素稀的配备也还是戴在身上 以被下工后能随时享受一个人的悠闲 他钓鱼紧兴趣 钓完就放生 放生前还会跟鱼道歉 他自嘲 曾因太沉迷钓鱼 老婆差点要离婚 他直接把钓杆丢在门口 叫我去睡西边 今天 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沈文成的故事 天生遗传父亲的好歌喉 爱唱东洋歌曲的沈父 在台东大南电场期间 经常获得员工歌唱比赛冠军 沈文成是六个孩子中的长子 小时后 在故乡台东县 悲难香山中成长 最爱在大南西西畔帮忙放牛时唱歌 热爱唱歌的舅舅是音乐的启蒙 也常收听收音机播放的台语歌曲 初中毕业后 为减轻家中经济负担而报考军校 一身高而无法成为飞官 空军机械学校常被试管班毕业后 曾于台中清泉港机场担任机械维修员 参与越战末期美军战机修护工作 于台中水暖机场空军第二后勤指挥部退役 临别前的同袍聚餐上台热唱两首英语歌曲 而被经理赏识并邀请上班助唱 此后转换跑道进入演艺界 早年在台中仙宝西餐厅助唱 演唱西洋歌曲 因为卷发外形唱西洋歌曲时别具特色 有非洲白马王子的称号 1982年被爱丽雅唱片董事长蔡震南所挖掘 出版首张专辑《新式谁人之》一炮而红 在未上任何媒体宣传打歌前 就在各大夜市热卖 《新式谁人之》也成为台语流行歌曲界的国歌 热销破百万张 1984年在发表《漂泊的智兔人》 是较早期的台语歌手 1987年离开爱丽雅唱片转战主持界 在《三立影视》举登娱乐的录影秀 展现不同才艺并学习词曲创作 1994年自行制作并发行 《来去台东》 《旧情也绵绵》等百万金曲 轰动至今 其主要单曲有《新式谁人之》 《来去台东》等 曾经获得1999年第十届进曲奖 最佳方言男歌手奖 2013年以宝岛于很大 获得第48届金钟奖 最佳行照节目主持人奖 除台语歌曲外 也挑战国语歌曲及制作 代表作《小和之歌》 就是在新北市深坑溪深美桥下钓鱼时 一起故乡大南溪 而获得灵感的词曲创作作品 并获音乐人李授权肯定 也因为爱钓鱼而主持外景节目 全台跑透透 又因主持钓鱼节目 宝岛鱼很大而获得金钟奖文龙 平临西边是沈文成 几乎每周都来报到的地方 开着一台改装过灰变色的库卡车 上面载了心爱的哈雷机车和吉他 若不是看到顶上的几缕白发 很难相信眼前一身黑色尽装的沈文成 已经66岁 与其说是中年大叔 更像是一个才20出头的追风少年 1982年 一首《心事谁人知》 让沈文成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手 除了许多快职人口的歌曲 主持大冒险家 宝岛鱼很大等节目 也让他成为台湾旅游行找节目的标杆人物 中英交杂又带有一点原著名口音的幽默口吻 加上一头摇滚长发 炫酷墨镜 沈文成总是给人热血 爱冒险又活力十足的印象 但在钢琴的外表下 铁汉男儿也有不为人知的柔情 沈文成最常被人问的问题就是 你怎么都不会老 但回忆刚过六十岁生日的某天 看着镜中眼角的皱纹 沈文成还是惊觉 怎么老了这么多 加上身边的好友亲人也一个一个离去 像过往的老战友贺一航 竹葛亮等 有次春久我遇到张魁大哥 他才跟我说我们这些老朋友要常去 我要每次见面都是在告别式 让沈文成无限感叹 所以每天起床我都会告诉自己要珍惜 今天也要好好过 虽然任老 但沈文成不服老 还特地写了一首歌送给六十岁的自己 六十了还是有梦 灵感源自于一次西边钓鱼 下过雨的傍晚天边有一道彩虹 我觉得黄昏是一天最美的时候 就跟人生一样 垂暮之年还是可以很亮丽很美好 期许自己保持初心和热情 六十岁了该历练的也都历练过了 这时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不喜欢什么 所以更要把握时间尽情去做喜欢的事 之后他便放下了一些工作 专心去经营自己的爱好钓鱼 并且还拥有了自己的钓鱼节目 从大冒险家的上山 到宝岛鱼很大的下海 全台几乎无一处没有沈文成的足迹 像是个探险家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 但比起年薪时那种征服感 现在的沈文成对大自然 有的是更多尊敬和谦卑 拿他最爱的钓鱼来说 就像每个钓者一样 年轻时总希望能钓到 稀罕珍贵的大鱼 为自己多添一笔战绩 但现在去看沈文成的钓鱼影片 会发现他不论钓到大鱼小鱼 都是开心的亲亲鱼儿拍个照留念 然后就将鱼放生回去 沈文成说 钓鱼现在对我来说是八个字 可有可无不计不求 我更享受中间等待和独处的那份感觉 很平静 每每谈到鱼 沈文成就没飞色舞 由于热爱追鱼 沈文成也对鱼如鼠家珍 台湾鱼类的分布区域 沈文成几乎都走遍了 只是常年主持户外行脚节目的他 55岁开始因为膝盖关节磨损而导致疼痛 尽管求助任何西医治疗 但情况未能改善 直到后来改为竹浪追风 谁反而疗愈了他的膝盖 对此他说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老了 不是坐在轮椅上钓鱼及唱歌 就像歌词里说的 沉浮人海几十年 漂泊一生谁堪怜 青春岁月已走远 来日无多莫等闲 Carry on, carry on 六十了还是有梦 追寻那生命中最后一刀彩虹 年轻时 沈文成曾有过一段婚姻 和前妻育有一个女儿 后再婚又与现任太太 育有一个儿子 年轻时气盛 都有自己想做的事 离婚是彼此的决定 也没什么好说 就是那时女儿还小 我总想着 女孩子不可以没有妈妈 加上我自己工作 整天上山下海不在家 怕照顾不好她 所以答应让女儿跟着妈妈 后来女儿随前妻家人移居国外 沈文成坦言 的确会感到亏欠吧 总会想着没有陪着女儿长大 是不是该为她多做一些事 成为心中遗憾 在婚后 沈文成与现任太太 育有一个儿子Simon 但1999年 妻儿移居加拿大 开始分隔两地的生活 至今已过了二十几年 那时我看到小姨的儿子 书包快比她个头还重 每天念书到十一十二点 我不忍心看她在这种压力的环境下长大 所以让她们到国外去生活 而我因为工作 就还是留在台湾 妻儿常年在国外 一个人生活惯了的沈文成 也曾被问过是不是gay 为何身边都不见女伴 她甚至自嘲已经拿到 类单身执照 但学会独处是很重要的功课 尤其在我们这个年纪 一个人反而让我生命变得更丰富 沈文成也说 自己很多创作灵感或人生体悟 常是在一个人时想到的 家人是心中最柔软一块 少陪伴子女坦言有亏欠 但二十年的光阴并不短 其中的挫折也不会少 沈文成说 刚开始的确比较难熬 有时电话会讲到脸红脖子粗 儿子有时也会埋怨 自己为何这么忙 都不到加拿大看他们 大概到儿子上高中 沈文成趁儿子暑假回台 带着他出外景历练一番 儿子三门会议 记得那时凌晨三点就要起床 出海后船又非常颠 我一上船就吐个半死 只能一直躺着 但爸爸却可以像钢铁人一样继续录节目 我才知道他平时有多辛苦 从此便对爸爸较为体谅 看到沈文成脸书上 po的钓鱼影片也会互动留言 如今的沈文成已66岁 他如今的生活 就是静静地望着溪水 望着山林 做着自己喜欢的事 比起那些外显的热血刚强 或许这种动静得意 收放自如的心境与人生态度 才是他保持不老之心的真正秘诀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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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